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1 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谈一个传媒话题 就是01裁员 虽然说得很严重 但现在香港01裁员裁70人 声称是全体员工的10% 10%在传媒来说 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的事 我认为仍有排挽 不过象征意义就不同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传媒工作的朋友 或者你身边有接触过传媒发展 你都知道 于品海在香港01 从来都是事前财如分土 最近我们讲南海 背后的南海控股集团 公布了 多维网再加香港01 主要是香港01 就是一年蚀2亿 2亿算得是什么钱 如果一个事前财分土的人 竟然都要在媒体开始炒人 其实你会发觉 可能和我们上次讲的 苹果很相似 就是那个无穷尽的媒体 抗展美梦就开始破满 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 第一是没有人是善财如分土 尤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怎会是善财如分土 你解释一下 它是南海 南海的市值 是中国数码讯息 是吧 它始终是250 应该不是这个 因为我记得市值 也不会高到去变 所以两亿市值 它有很大 其实它的媒体 只是其中一个 南海市值 就是118亿 很厉害 所以那几亿就是散市 但问题就是散市也有窮尽市 现在它发觉 最终就是要削资 所以我们第一个设计 就是想 为什么突然间它觉得 钱是重要的 一向都不重要了几年 我记得当年 香港01兴起 就是差不多 梁振英当选了 没多久 梁振英参选过一段时间 全世界都觉得 香港01就是 为特首选举 希望可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好了 去到现在 如果你是客观去说 你会发觉 于品海想 藉着香港01 达成的目标 是成功不了 你搞传媒是为了什么 你搞传媒就是为了在这个媒体 或者在这个大众媒界里面有信 信 信 当然背后就是代表权力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香港 是一个很有公信力的媒体 没有什么人会觉得 你如果会觉得代表到香港 或者有影响力的媒体 你数到传统那几个 东方 苹果 星岛 明报 即有牌都数不到香港 首先我们有两件事 两件事 第一个是公信力 第二个是影响力 香港很多媒传媒 都还有影响力 但是公信力 有公信力的传媒 就是第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 这件事就是什么 但问题就是 他应该就是这样说 如果他花两亿 是花得有价值 三亿多 是香港前几名媒体来说 我想他会继续 他不会踢人 但是问题就是 他会觉得钱花得没有价值 当然 一些左派的媒体 通常都收得很没有价值 这个是觉得很遗憾 收得很没有价值 的左派媒体 不会搞到这么大规模 我想大公报、文汇报 都不是特别小规模 我肯定 都不会一年舍几亿 大公报、文汇报 如果你说每年次一亿 我都觉得很夸张 现在香港零一 你根本就做不到党媒 你还要花多大公民 会几倍钱 我觉得一点都不值 所以 共产党有一个 我觉得是很优良的传统 就是他虽然花很多冤枉钱 但是他不介意 那些钱 到最后可能会有少少价值 他都不介意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其他的比较民主派 即是美国支持的传媒 肯定会有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 作为一个传媒人 我们希望多些共会存在 那就会是 对于传媒人的 什么就会比较好 你如果在传媒工作 你当然想多些媒体存在 多些媒体存在 拉高人工 多些不用本的传媒体 是 但我当然很讨厌 香港01其中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所谓的 freemium 的代价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免餐 有人说 喂 香港01不用钱 如果你不买 那本01周报的话 喂 香港01又做这么多 很高质素的报道 什么什么叉叉 但他背后那样的 令到很多知识分子 最痛恨的地方 就是他背后 其实隐藏了很多 亲北京 或者亲建制的 一些思想 我可以简单说 当这个香港01宣布炒人 我身边有很多KOL 或者主要可能是亲本都派的人士 是大声叫好 大声叫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香港01 一直被人吹捧 他做很多社区新闻 有很多新闻做得很详细 有很高质素 但问题是他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隐藏了保守的思想 譬如 他会觉得 习近平没有处死刘晓波 已经是很好人了 很宽大为怀 有了 林荣基事件 突然抓到他 说林荣基有涂色糾纷 即是他将很多隐藏的任务 是放在一些很关怀弱势 很普世价值的新闻之间 所以他比文匯大公、十二、东方日报更加讨厌 我们经常都觉得他不用钱了 他有很多新闻好像很有营养 对社会有正面的报道 我们就选择他有正面报道的新闻去宣扬 而不看他背后隐藏的信息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媒体洗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将一些很坏的东西 埋藏在十样好的东西里面 你在那里承受了一个媒体的时候 其实你是帮助他宣扬他背后的agenda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反对这个讲法 我一半和一半讲法 他做一个传媒出来 这样做出来 他就是想做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 你越是争他这件事的话 就代表他越来越来越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将你恨那件事做得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不能够那个人 你说我很恨这个人 但是他行的 对不对 如果他做到你说的就行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何他咳嗽人 因为他做不到你说的东西 那是没有矛盾的 我很恨他他成功 当然这件事是 如果不然我会 我就找其他媒体骂 为什么只骂你香港人 我不骂文汇泰公 文汇泰公失败 你成功 现在就是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 心里就是 哦 足之见证到这个媒体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第二我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作为一个这样的媒体 你要这样的 Hidden agenda 你所做的工作 你就是一个统战工作 你的统战工作 你就是要统战一些 有价值的人 是 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你 他只要收买不到我 他说你 他也没有收买价值 我也没有收买价值 他有做统战工作 他有一件事是很成功的 他很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最早加入香港01 那一班人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里面 就是左交 和一些民主党 或者亲民主党的成员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请了这班人 其实跟苹果最初找董桥 一样的 我们叫什么 这些叫做帮知识分子剝腹 喂 你说到你自己这么清高 董桥 我就剝掉你的腹 就是要你在苹果做 那你以后就不可以 他起初很成功的 就是找了这班 左交和泛民的人士 你会发觉 泛民和左交很少 罵香港01 全部都是小马大帮忙 甚至说 香港01 有很多东西值得分享 我们不要理他那些不坏的东西 但问题出了两样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请这班人 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价钱 所以成本 可以控制到 在几份一 甚至十份一以下 你现在要找一些很贵的东西 去请那些穷L 那不就很不合格 你应该觉得他找那些人 我就是觉得他找的人 为什么他不找我的意思 为什么他会得罪 我们网友 水光 他不找你很合理 你现在有没有罵香港01 你也没有罵香港01 所以这就没有价值 所以问题就是 你不是要罵他 你不是要他不罵香港01 你还是要那个人 是有统战价值的 你不罵他有什么用 那个人是没有能力的 你找一些真正的QL 我就不想拉那么远去说 因为这个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收买了一群人 很难收买另一群人 因为你收买了一群 左膠和法民 你就算想收买一群本土派的人 你都可能要用到很多倍的成本 才能收买 因为你是什么世仇 他怎么会在同一个媒体做事 这个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收买这群人 第一是不需要用那么贵的钱 其实你用几分一的价值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任务 但他想搞大他就搞 但问题就是你收买了这群人 令到另外一群人 争到你死 那群人是废佬 你找一些有效的KOL 其实又要这么说 你想想现在的左膠KOL 没有一个是骂香港01 其实都某程度上是成功了 但你那些人要有效 你不骂他 看什么叫有效 如果他不收买这群人 那苹果 或者我们说《立场新闻》 那些就是疯狂攻击香港01 你会看到现在这些 就是我们说的 侵犯和媒体会攻击香港01 是不会的 攻击香港01是好事 你被我骂越骂越 有谁不骂苹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群本土派就是围攻的香港01 你们是香港01 永远都不能够 变成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 就是有一群人是坚定地不信你 坚定地挖你仓派 例如我 坚定地告诉你 这个媒体背后 有很多欺骗人的事情 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可以和某一个媒体 群体争辱 那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们现在 其实本土派真正有打击力 因为那些人真的会去找 好像你那样 那些泛民那些 他们没有打击力 那你又怕什么 你应该这样说 你应该这样说 如果我是于品海 即如果 我会收买本土派 然后再用不同的方式 去基微那些左派 因为左派的基微就是 你环保 你亲弱势 那些人就会觉得 大家共同价值 你不需要请他们进来做事 本土派就是 如果你和我是世仇 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发觉 在香港做统战也是很难的 你统战了一群人 你就没办法不统战另外一群人 如果是的话 你应该开个香港01加香港02 香港01就是专门做左交路士 香港02就是专门做右派 那些问题是什么 是那个人有没有实力 你统战那些人 要有实力 统战那些人 不是那些废佬 那些人已经勾了 去不知哪个人 那些人 你找那些人 是老化得很重要的 不过始终 媒体就真的有很多 不同世代的分别 现在我们说 媒体越来越不值钱 就是因为 有很多人都已经 不当媒体是一件事 媒体有很多记者 他们可以做到的事 其实一般网民都会做到 甚至比你做得更好 而他会用这些做得更好的能力 去打击你的媒体 即是香港01裁员 或者香港01花了这么多钱 最后你会发觉 那个结果很不容易 其实我们都会代表了 一个香港激烈的转变 就是你不能够再用 旧的方式去看待 新世代的媒体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